想要创造财富,就要懂得如何投资操作,寻找契机。 大来国际丁兆宇分析师,带你掌握股市的投资关键。 欢迎收听财经关键晚报标股智囊团。 财经关键晚报标股智囊团,由大来国际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丁兆宇提供。 108年金管投雇,新字第012号,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天员大家好,欢迎来我们今天的标股智囊团,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费评,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大来国际投雇的总经理丁兆宇哥,来到我们的现场,宇哥好。 飞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来国际投雇总经理丁兆宇。 好,来,天员们,我们本周已经开始准备要进入我们兔年倒数计时了,下周呢,要即将迎接我们2024年全新的一年来到,天员们还记不记得,指数呢,今年从14000点一直到呢,17700点这样的一个位置哦,所以天员们一定很好奇,2024年到底接下来我们该怎么样来宣估,还有2024年的行情,到底要怎么来看呢,赶快请教宇哥。 明年开始啊,这个全新的开始,我们要先去想,第一个,资金从哪来? 对。 或是,讲说,到底有没有所谓的资金行情? 这个最重要。 好,我们先从这个地方先跟大家做报告。 好。 美国势必降息,因为美国的高物价其实已经对美国经济造成伤害,只是没有显现出来而已。 嗯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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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外销比重 占他GDP 大概只有三成左右而已 所以当他的一个 消费动能 因为通膨的一个问题 去受到压抑之后 他的经济一定会受到伤害 这确定的事情 只是因为联准会 他比较后知后觉 大家记不记得 两年前的时候 鲍尔 他们还说 美国没有所谓的通膨 对 那结果呢 隔不到三个月 出现了怎么样 猛暴式的升息 对 把全球的股市 再次搞得一塌糊涂 没错 真的 大家记忆有心 是 那在最近这一次 联准会的会议当中 鲍尔他们终于松口了 对 他们认为说 维持一段期间的 高利率对美国经济 是不好的 终于松口了 所以现在明年 就是降息 肯定的事情 那降息的情况之下呢 美元指数 也先对鲍尔这些人 投了不信任票 对 就先跌了嘛 先回党嘛 所以这资金的外衣 效益来讲的话 会非常非常明显 不然资金流入到股市 对 债市 所以你看台币 这个汇率 从十月底的时候 我当时跟大家讲 美元不能再追了 对 强弩之末了 对没错 升了一块多上来 台币升了一块多上来 这代表外资的资金成本下降了 是 这个观念我们在年底 都跟各位有讲过了 是 但明年来讲的话 这个资金行情 还是会持续存在的 而且呢 我认为 明年的行情 那个资金会来的更猛 会来更猛 太好了 那我们看看在今年 其实在最近在 即将 兔年倒数 这两个礼拜了 电子股出现一些熄火 对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很多电子股呢 今年都已经大涨了 对 比如说啊 这个做饥渴的 3693的银帮嘛 银帮这档股票呢 他在今年来讲的话 哇不得了 他今年从 100块钱 涨到642块钱 哇 今年银帮 3693的银帮 涨了六倍 对 可是呢 他从642块钱 嗯 又回到400多块钱 最低 曾经回到408块钱 对 那这个地方到底 是高还是低呢 100 涨到600 嗯 然后又回到400多 废品 我跟各位讲 大多数的投资人 都是套在500块钱之上的 是 大多数的投资人 都是套在 相对高档区 为什么 量都包在那里 对 量都包在那里 是 所以 当你400多块钱的时候 是不是一票资金 套在银帮上面 对 好 来 再来 好 散热 嗯 有一张股票 2421的渐准 是 这个之前我们做过 我记得我再150块钱出掉 对 我之后就再也没有做了 嗯 嗯 你知道渐准后来跌到多少吗 跌到80几块钱 哇 腰斩 嗯 几乎腰斩 而且是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从156块钱 跌到了86块钱 哇 跌了70块钱下来 嗯 那你知道今年渐准 是从多少涨上来的吗 今年渐准是从 不到45块钱 OK 涨到156块钱 嗯 嗯 嗯 也足足涨了三倍多 三倍多 快四倍 嗯 那 涨了三倍多之后 现在在90几块钱 嗯 是高还是低 高跟低 不重要 嗯 重要的是 大多数的投资人 都套在 140 到120中间 嗯 嗯 我所讲的 嗯 就是当台北股市 今年从14000点 涨到了 年底 17700多点的时候 对 其实有很多人的股票 是套牢的 嗯哼 那明年的行情 第一个 你不可能无中止的买嘛 对 你不可能无尽的买嘛 嗯 你到最后 你的资金一定是从你的股票当中去做抽换 对 那 现在哪些股票你需要先卖的 或许我们换个方式讲 嗯 哪些高档的电子股在这里还有下跌的空间 你知不知道 嗯哼 或许投资人知道 嗯 但是投资人不见得 会做 嗯哼 或许投资人懂 我需要换股 可是 有的投资人舍不得 对 更不用讲说 有很多人 很多人是套了很多股票 是 嗯 所以在我们规划2024的行情之前 好 大家要先记得一点 嗯 如果你手上有很多套牢的股票 对 那明年 你一样 绑手绑脚的 对啊 这是在最后 岁末年中的时候 我跟大家的 忠心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诚恳的一个一个一个建议 嗯 希望大家一定要先想清楚一点 嗯 你们听分析也好 嗯 现在是晚上 对 夜深人静的时候 大家去想想看 嗯哼 我们来到这个股市 都是想要赚钱的 是啊 不是想要来解套的 嗯嗯 对 对不对 嗯 这一段期间 我跟各位介绍很多好的股票了 有的人有跟上 有的人没跟上 嗯 有的人认同 有的人觉得事不关系 关己 己不操心 嗯 那都没有关系 重点是你自己 要能够把握明年的行情 是 好 好 讲完这个观念之后 来 有行情 嗯 你有资金 对 好 那接下来呢 嗯 我觉得电子不是不能做 嗯 可是有很多 今年涨了很多的股票 我们刚特别举了几个例子了 是 好 那这些股票呢 反弹 通常在卖方 嗯哼 好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举例了啦 好 真的需要帮忙的 其实 我觉得 我们的LINE 大家都有 嗯 有 没有的话 你可以加 好 你可以随时的在LINE上面 啊 跟我们联系 好 你有什么股票 嗯 你觉得 需要调整的 是 这个都可以帮忙 好 但是 股票是这样子 很多人做 对 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嗯 举个例子来讲 好 前程的IC设计 嗯 涨得 非常非常的 凶 对 对 对不对 嗯 我敢讲啦 就是我跟各位介绍 8054安股 有 那当然这档股票 我们从10月17号 18号 我们买两次 嗯 均价42块钱 涨到103块钱了 那涨了1.46倍上来了 嗯 在这里 当然是需要整理 可是很多人 在当时没有跟上的时候呢 他们会想说 第一个 嗯 还能不能再买 对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 好 好 我有一些会员朋友 嗯 嗯 好 当时我在请他们在买安国发讯息出去的时候呢 那时候安国 嗯 42块钱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 对 记得 我买第一次44块钱 嗯 第二次40块钱 所以均价 我常常讲的 我说均价就抓42 因为我买两次嘛 对 42块钱 嗯 有几个会员朋友 心里面都说 老师你第一天买44块钱 隔天跌到38块钱 嗯 你账上就让我们 亏损一个停板了 嗯 所以我 我第二次我就没有买了 甚至我就停损掉了 因为买完之后后来整理几天 那整理几天之后 他大概想说 好像没什么没什么搞头 嗯 他自己把它卖掉了 哦 但整理没有多久 整理大概差不多 大概六七天吧 嗯 不超过 不超过两个礼拜 那突然有一天 我记得是10月25号 是 早上醒来 嗯 那个电视新闻报导 说安国 入股新核半导体 对 成为最廉价的IP 嗯 结果那天 费品你知道怎样 直接开盘 跳空涨停板 涨停板 那天你要买的人 你是根本买不到的 嗯 就是一价到底啦 是 好 那后来 在连续拉了两根 涨停板之后呢 又整理 又持续往上攻高 是 可是 那些没有买的人 后来问我 问我一个事情 涨停板之后 对不对 连续两根涨停板 公布的消息之后 他问我说 老师 那这个地方可不可以追 嗯 我记得那时候 你好像到了56块钱了 对 你从44到56 感觉好像很多了嘛 嗯 对不对 我们如果均价42的话 好 比如我们举例啊 好 42到55块钱 你这样13块钱嘛 13块很多嘛 对不对 是 那我刚刚跟他们讲 我说 你都卖掉了 嗯 你就不要再买了嘛 对 对不对 我又不是神仙 我也没有内线 我怎么知道 他 对 就在这个时间点公布 我们在之前就买的 嗯 我说那你就 你们卖掉了 或是你们没有买 那就算了 嗯 就做别的股票就好了 当然 我如果我是神啊 嗯 我知道他会涨103 我当然跟你讲 我说你全力再买 就来得及 对 可是不是嘛 嗯嗯嗯嗯 我是因为安国他在之前 他出现了 这个要大涨之前的这个这个 这个迹象 而且他股价 足足整理了15个月 哦 15个月 压缩15个月 而且主力呢 持续的买超 对 对不对 但是我没有把预计 他还涨到哪里嘛 是 所以那时候我跟他 那些会员朋友讲 我说那 就就就 就不要追了嘛 嗯 结果你 后来咧 从56涨到103 你看看 是啊 这一倍又不见了 对啊 所以我讲的就是 你如果没有在第一时间跟上 你后面那一大段 你是绝对做不到的 因为你不敢买 嗯 你会想说 哦 我买在44 均价42 嗯 但现在涨到50几 你说我现在买多了十几块钱呢 你会觉得好像不划算 这是人性嘛 嗯嗯 结果后面这一道带 你是不是错失了 真的 但回过头来 嗯 那我当时在买的时候 44块钱的时候 我忍受了震荡 对 跌到38块多 接近39块钱 嗯嗯嗯 隔天耶 对 一天的时间耶 很多人还说 老师你追高 你看看你追高 结果隔天打了 打下来我们赔了那个 后来我就跟他们讲 就每个人全部鼻子摸一摸 嗯嗯 这个故事是告诉大家 你做股票 第一个 你要能够忍受 短线上的套牢 嗯 我讲的很直接 短线上套牢 对 重要的是 这个股票 有没有能够让你大涨的实力 嗯嗯 我说这台安国 它压缩了十几个月 十五个月 是 就股价就这样喷出了 嗯 对不对 对 那再来 IG设计里面 嗯 像杨智 那个时候 它先涨了一段 后来 整理整理 因为涨多了 被分盘交易 对 那分盘交易完之后 对不对 又亮说 又跌了两三天 那时候 很多人讲杨智 之前 很多人讲杨智 后来 被分盘交易 然后又跌了几天 就没有人提了 各位记不记得 我在节目当中 我讲 你们有杨智的 对 赶快来找我 有 因为那时候 IC设计最夯 嗯 我说你们赶快 结果 我在节目当中 我公开讲了三天 嗯 你们打电话来 来报名 来报名是做什么 如果一旦要买的时间点 我能够通知你嘛 嗯 啊不然你来 你们都知道 我要做杨智了 是 那我跟你讲 杨智你会买吗 你会买在其上点吗 对不对 跌下来的时候 你说啊 老师还会再跌 人都是这个样子 嗯 对不对 对 结果我讲了三天 第三天 我很清楚 第三天哦 嗯 我下去买 我尾盘一点钟的时候去买 是 我买在23块9 嗯 那天是跌的 在盘下 OK 好 结果买完 隔天 公司长听到 你买 第二天 再拉一根 再一根 两天两支 嗯 那时候我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讲 我说你看 我公开邀请大家来 有 你们有听的 啊 跟打电话来的 嗯 那个数字 一看都知道不成比例嘛 嗯 对不对 听广播的这么多人 是 你打来的 想要做的 只有十几个 我说怎么可能 听节目只有十几个人呢 嗯 每个人都听到 告诉你们 想做养智 想赚钱的 赶快来找我啊 就这十几个人 真的打电话来 是 那我真的 你打来 我也真的通知你 嗯 结果呢 从23.9 涨到多少 涨到34块多 是 哇 六天的时间 真的 买完之后 四天 有三支涨停板 嗯 然后六天 一百万 嗯 资金变成145万 对 45% 嗯 我讲的这个两个故事 就是告诉大家 好 我说 行情 我可以帮你规划 但是 操作的逻辑 跟每个人 自己心里面 有一把尺 每个人做股票 都有自己的想法 那个东西 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但是 你过去这样期间 你为什么没有做到 嗯 没有赚到钱 嗯 你也一样 听很多节目啊 是啊 你可能也做了 很多功课啊 嗯 对不对 你不要怪自己 运气不好 应该想想看 你没有赚到钱 原因是什么 你自己心里面 嗯 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是 涨了 哎呀 这个好像 是不是刚开 这个 这个 没有买到最低 不敢买 嗯 等到受不了了 追下去 对 头部 大家都讲了 嗯 头部 是 对不对 杀下来买了之后 震荡一下 受不了 哎呀 跌了一根停板了 这个赶快出去啊 结果咧 人家在洗盘 嗯 洗到低点 结果 像安国 涨了一倍上 一倍多上来 对不对 所以我跟各位讲 我说 行情规划 我这边先做个总结 我这边先做个总结 我这边有一档 整理 15个月 跟安国 好像几乎是类似的 嗯 时间差不多 都是在14个月 15个月 长期压缩 整理的股票 我一样 我这个礼拜 我公开呼吁大家 嗯 你来电报名 好 我出手的时候 我就通知你 我相信听节目 听我节目 这段期间的 投资人很多 嗯 好 那 这段期间 你听我讲了这么多的股票 像安国 像杨志 好不好 还有很多那个操作 有的时候 这个 节目当中 我想 大家都听到了 是 所以这档股票 我希望大家 你先来电登记 嗯 好不好 好 下个礼拜 嗯 也就是2024年 是 进入到元月份的时候呢 嗯 这档股票会是我们元月份的重点攻击部位 好 这档股票呢 压缩15个月 嗯 阻力买超超过一个月的股票 好的 你先来电登记 好不好 好 来电登记 或是呢 你可以加赖 嗯 那加赖当中来讲话呢 你把 你的 这样子好了 嗯 你加赖 你就打一个 我要 红包股 红包股 嗯 好不好 这最简单 好 我要红包股 嗯 这样我就知道 你想做 那 当我们进场布局 要发动的时候呢 嗯 我统一通知大家 好 但是你一定要 先登记好 好的 好不好 来废评 好 来 所以说听众们 想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 整理15个月 而且主力吃货一个月 这档好股票吗 低价的黑马股 欢迎听我们 赶快打电话进来 加入老师Lite 怎么样加入呢 管我当中告诉您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 广告 真的是超开心的 跟起我们的专家 标股智囊团专家 丁朝雨格进场布局的好股票 就拿我们的安国来说 42块到103块 1.45倍啊 恭喜我们的会儿们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 跟着老师来赚 就能够赚到怎么样 倍数获利的好股票 听众们 如果您错过安国的话 不要紧张哦 接下来有一档 老师说 整理15个月 主力吃货 一整个月 准备要大喷出 还没有喷出的好股票 这档股票是低价的黑马股 听众们 想要赚红包吗 自己的红包 自己赚 赶快打电话进来 把这档股票带回家 欢迎听我赶快播通我们的专线 023659333 023659333 跟景老师脚步布局我们的 低价黑马股 整理15个月 主力吃货一个月 准备大喷出哦 023659333 0223659333 赶快跟上 注意注意注意 听众们 想要跟景老师脚步 把老师的讯息 20小时待在身边吗 来 第一个 先加入老师的LightIt 小老鼠133 A-R-Y-G-S 小老鼠133 A-R-Y-G-S 老师有任何的讯息 可以透过LightIt 告诉您 除此之外 也把老师的YT频道 订阅起来 直接在YouTube频道 搜寻 标股智囊团 订阅频道 把小银行通知 全部打开 按赞分享 给你10个好朋友们 赶快订阅我们的YT频道 还有呢 加入老师LightIt 小老鼠133 A-R-Y-G-S 想要跟着老师进场 来布局 低价黑马股 自己的红包 自己来赚吗 打电话进来 就现在 023659333 023659333 0223659333 赶快拨通我们的转线 就是现在 拨通咯 赶快打电话进来 早餐俱乐部合唱团 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乐 Kidat 转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飞瓶 问你要请到是我们的专家 小时宇哥 听我们不要忘记了 赶快打电话进来 这边有一档低价的黑马骨 整理15个月 主力吃货一个月 准备大喷出 还没有喷出之前 赶快跟着老师一起来布局 好 这个礼拜 是我们年终回馈 是 我最后回馈 好的 我直接告诉大家 下个月 你就不会有这种机会了 好的 就这个礼拜 这个月 这个月底 今年年底 这个礼拜之前 12月的最后交易日之前 你打电话进来 好好把握 来登记 加我的LINE 好不好 好康的通通在里面 那加在有什么好处 来 想不想赚红包 想不想赚红包 想哦 安国 整理15个月 从42块钱涨到103块钱 我这边有一档 一样整理15个月的压缩大行情 准备喷出的一个股票 对 登记好 好 加赖 我们要发动的时候呢 统一 通知大家 最大 最大 最大的年终回馈 来废评 好 来听我们 想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吗 老师说自己的红包 自己赚要这档低价黑马股 听我们们 赶快赶快打电话进来 还有加老师LINE 怎么样加入 在广告当中告诉你 也在谢宇哥 再次了解我们当中 谢谢各位 祝大家天天都有 掌听本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 广告 真的是超开心的 跟进我们的专家 标股智囊团专家 叮照宇哥进场布局的好股票 就拿我们的安国来说 42块到103块 1.45倍啊 恭喜我们的会儿们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 跟着老师来赚 就能够赚到怎么样 倍数获利的好股票 听众们 如果您错过安国的话 不要紧张哦 接下来有一档 老师说 整理15个月 主力吃货 一整个月 准备要大喷出 还没有喷出的好股票 这档股票是低价的黑马股 听众们 想要赚红包吗 自己的红包 自己赚 赶快打电话进来 把这档股票带回家 欢迎听我 赶快播通我们的专线 023659333 023659333 跟进老师脚步布局 我们的低价黑马股 整理15个月 主力吃货一个月 准备大喷出哦 023659333 0223659333 赶快跟上 注意之外 听我们 想要跟进老师脚步 把老师讯息 20小时待在身边吗 来 第一个 先加入老师的 Lite8 小老鼠133 A R Y G S 小老鼠133 A R Y G S 老师有任何的讯息 可以透过Lite8 告诉您 注意之外 也把老师的YT频道订阅起来 直接在YouTube频道 搜寻 标股智囊团 订阅频道 把小银行通知 全部打开 按赞分享 给你10个好朋友们 赶快订阅我们的YT频道 还有呢 教育老师Lite 小老鼠133 A R Y G S 想要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 低价黑马股 自己的红包 自己来赚吗 打电话进来 就现在 023659333 023659333 0223659333 赶快播通我们的专线 就是现在 播通咯 赶快打电话进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